教练 你昨天对我训话的时候 你说我从来都不占永静 你说我不尊重老师 但我想要说的是 你在对我训话的时候 都不喘气 不咽口水 还离我这么近 我得挡住你的唾沫星子啊 什么 你 别光顾着笑 换你了 快点 是 教练 你说过这次会尊重我 我真的很谢谢你 但是 我真的能随心所欲吗 柔道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从来没有把它放到第二位过 可是这一次 却要让我在柔道 和喜欢的人直接选一个 这太难了 或许一开始 我就应该堂堂正正地 以柔道员的身份跟他接触 可是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我真的很后悔 谁 谁说柔道跟爱情之间 不能同时坚固啊 我是说 你可以选择换一个人喜欢 比如 喜欢我 我 我 跟你开玩笑的 这么认真看我干嘛 神经病啊 那点都不好笑 你就是你 你不需要为了喜欢神改变你自己 加油 柔道女王 你们游泳队有完没完啦 想想 我们是柔道队的 打瓦笨蛋 哎 干嘛呀 污蔑我们柔道队啊 哎呀 找不到的 我们柔道队才没有你这样的白群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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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